这个也是一样 把它另存目标 储存 这样三个东西 先把它下载下来 第一个安装 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 没有安装虚拟印表器的话 你可以到桌面 我刚才是把它存在桌面上 就会出现这一个 它的图示的话 就长相这个样子 长相这样 绿色的 叫做DOPDF 免费PDF印表器 那安装的方式非常简单 就直接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就下一步下一步 就会这个按执行 那它这个是多国语言版 所以我们就选繁体中文 这个至少还看得懂 有些免费软体都是英文的 那这个合约书 都英文的 不过这个看不懂没有关系 反正一定要同意 一定要同意 因为很多同学 不同意就没办法按下一步了 我同意按下一步 好 按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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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通通按下一步就对 安装 那这样子 它就帮我们把这个印表器 装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那装完毕之后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完毕之后的话 你可以到 这个控制台里面的印表器 找一下 像如果你安装完毕以后 你可以看到在设定这个地方 如果你安装完毕以后